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好,我们进入我今天是小学课程的最后一讲 如果今天的这个课大家能够完全领会 那么你对划分上来说 对走势,原有走势的划分来说就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么今天讲的是走势必完美 其实它是禅论中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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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意见 就是说如果你一时半会领会不了 我建议你从头到尾的再多看几遍 走势必完美是所有的 在我的理解里 它是禅论的一个基石 它是禅论的基石 只有充分理解走势必完美 你才能对走势的划分也好 级别的划分也好 这个对买卖点的把握也好 对以后未来的进入这个我们说的初级阶段 就是说那个初级初中阶段 可以做到不测而测也好 都起到绝对非常绝对重要的一个理念吧 其实它是一个理念 它是个理念了 非常重要 它是给你的一个 我今天讲的这个会给你一个观察的角度 它是一个理念性的东西 其实它不算一个不是一个实际的技巧 但它在统领上来说 统领整个禅论的前面的前面的所有课程 它是刚领性的 它是刚领性的 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继续的去往下看 那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走势必完美 其实学校禅的人学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尤其是感觉自己开始有些感觉的时候 它理解第一身的就是走势必完美 哇 这个走势必完美 果然不是 果然是完美的 这个走势 果然是完美的 之后才能说到如何运用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定义一下走势必完美 走势必完美什么意思呢 就是任何的走势类型 无论盘整还是趋势 必将完成 它一定是完成的 就是说呃如果你你划分的走划分的这个线段也好 你的走势的类型也好啊 呃你发现它它跟下一个走势连接的时候呢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走势 那你一定划错了啊 那你一定是划分错了啊 这就是走势必完美的一个核心啊 这是一个核心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嗯 那么他因为他要接下一句话 就是一旦这个走势完成 必将转化成新的走势类型啊 那么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呃何为走势必完美啊 呃你比如说有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就是说呃在禅论中走势 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再回顾一下啊 禅论中走势呢 我反过来说它只有两种啊 一个是下一个是上 呃那么下 往下走的走势一定是开始于一个向下的比 结束于向下的比啊 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的呃 你去看线段也好 还去看任何的复杂走势也好 他一定是从呃一一直用 一直到什么呢 是到这个依然是基数 依然是基数 无法是9 还是第215比 他一定是基数能理解吗 就是他一定是基数 就算一定是从最后一笔 第一笔的开始和最后的一笔 它的方向一定是一致的啊 这就是走势完美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啊 最主要的核心保障 呃那么一个向上比 那也同样道理一定是从一个像就一个向上走势的一行 一定是从向向一个向上比开始终结于一个向上比啊 一个向上比去结束的啊 一个向上比来结束 就是呃 他一定是基数的啊 任何一个走势类型去划分 如果你画出来是偶数一定是错的啊 一定是错的啊 比如我给大家给一个什么叫走势完整啊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出现过一个盘整啊 出现个盘整 而后起来进入了一个盘整 而后呢 这个这个地方没出新高啊 就是这这是这样子的啊 没出新高 那么就下来了啊 那我们这个走势怎么画呢 他一定不是 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画不出走势的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没出高点 那一定是最高点结束他啊 一定是最高点结束他 那么他没有出这个最高点 那么其实他是包含关系了啊 这个不做这个处理 我们就单从走势来说 呃 我们我们从这开始往下画能对吗 不对 因为一个走势必然对应下一个走势 再才叫走势完美 呃 如果说一个走势对应的只是一笔 而又对应一个新的走势 那他就是说明这个走势 还是在原走势的一个扩展中 而非一个新的走势类型 这就叫走势必完美啊 这就是走势必完美的一个 呃 核心的东西啊 呃 一个 这就是说走势必完美的核心定义 所以说这叫两句话啊 就是一个走势类型 必将完成 那么一旦完成 一定必然转化成新的走势类型啊 那么这个两个走势类型一定是反向的 才称为走势类型 就是说一个向下的走势类型完成 一定对应一个向上的走势类型啊 呃 这是必然的 否则你一定是画错了啊 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画波浪一样啊 二浪你说把一浪的底都踩塌了 你说这是这是二浪底 那肯定错的啊 那么四浪把这个一浪顶也踩塌了 这也一定是错的 就是这属于硬性规定了啊 硬性规定了 所以说走势必完美 其实在划分中 它具备的一个硬性规定的一个 一个原理性的东西啊 就是规定 你也别问为什么了 就是规定啊 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 那么它就是规定 好吧 你就记住这一个就可以了啊 走势必完美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一个走势必然完美啊 必然要终结 就是一个无论是盘整还是趋势 它一定是最终终结的 那么这个走势的终结 一定是起于奇数啊 起于一而忠于奇数啊 奇数的啊 奇数的啊 也就是终结于奇数的 那么呃 而且是一定是以最低到最高之间完成 就是在最低和最高之间形成的中间是有中枢的 就是有明显的呃 或者说有标准的A段和B段 以及包含中枢啊 一定是有这个的 就任何一个走势 它一定有A段啊 一定有中枢 一定有B段啊 这就是盘整啊 那么呃 如果有两个中枢 那么就会有C段 甚至是啊 D段 那就不多说了啊 就说只有这样的才称为走势 才称为走势 而且它一定完成啊 一定完成 呃 它完成之后一定会接一个新的走势 就是说它也一定是有A段 有中枢 有B段啊 如果是这是一笔出现 而后就往下走的 那它只是在远走势中的一个延续啊 远走势的延续 或者是中枢扩张 或者是怎么样啊 就是级别扩张 这就我们以后再讲 但是起码你现在应该有这样的思维啊 有这样的思维 走势必完美啊 所以说它称之为核心定义啊 它是核心定义啊 呃 那么 我们再接着往下阐述啊 那么它既然是核心 那么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我们要注意哪些 就是说呃 残论中最小的分析单位 大家都知道 它是笔啊 就是说最小的一个构成单位 它是笔 对吧 就是说呃 起始于笔 终于笔 我们从这个讲笔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不是以这个k线来去描述市场的 正因为它是用笔来描述市场 因此呢呃 它是可以做到不不割裂市场啊 就是完整的去或者说完美的在描述市场啊 所以说最小的变单位是笔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而我认为残论最基本的分析逻辑啊 分析逻辑或者叫划分逻辑 它是走势必完美啊 走势必完美 走势类型呢 它的这个同构性啊 什么叫同构性 就是说我在任何级别 任何的走 就是说在任何级别 以及呃 其实就是在任何级别了 无论是周线图 月线图 还是在比 还是在这个呃 线段啊 还是在一个标准的走势类型中 那么 都是结构相似的啊 就是说它一定都有A 大AB 这是最基本的要素啊 这个才称为走势啊 才称为走势类型啊 呃 那么这个走势类型的同构性 是我们尽快掌握残论的一个方便之门 啊 就是说嗯 走势类型 其实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最小的分解单位啊 这个我们展开讲 你可能就清楚了 这个我给的一个最核心的定义啊 就是走势类型其实才是残论的 严格意义上的最小分解单位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笔和线段的划分上啊 很多人会在尤其在线段和走势的一个尤其在线段划分 因为他在后面的时候他说这个中枢是由线段构筑的嘛 那么没离开了中枢 离开了线段 你中你线段划分不对 你何来中枢呢 你中枢的高低就肯定划分错的 中枢高低划分错了 你所构建的一二三买卖点也是错的嘛 对吧 那么为了更准确的去找到这个中枢在哪 那你肯定想要对线段进行准确的定义啊 那么其实在我看来啊 因为他这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禅论中有一个最基本的 室内一点让我悟通这个事的啊 就我说前面所讲的走势比较美的 就说 他说了最小中枢是什么 是一个连续的同价格的重点啊 这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单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一个秒图中啊 这是一个秒图啊 那么呢 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三个价格的报单啊 他说最小的最小的分析单位是 就是说他是报价啊 三个报价的连续相同就构成中枢啊 就构成中枢就是在这一秒里 可能这地方都一闪而过的 但是他这有个连续三个价位的这个报价 我们都可以他是这是他的所定义的最小的分析单位 就是最小的中枢 也就是说其实按这个定义来说 作为一个这个一个一分钟图啊 一个一分钟上的图可能都可以 你都能找到这样的一种走势结构啊 走势结构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比啊 比如说一分钟级别的比上 他可能就是最小的一个走势类型啊 他是最小的走势类型 而线段呢是第二级别的走势类型啊 我说的是指这个本级这个级别所构筑的啊 这个级别来构筑 有一分钟的一个比构筑的三段啊 那才能够筑了一个呃 这个最小的一个走势 就是第二层的走势类型了 其实呢呃 用一个办法归一的思路就是利用走势类型的划分 去来划分这个比和线段 一个呢可以大幅提高划分的准确度啊 那么到了最后你可能只剩下的是级别问题啊 只剩下一个级别问题了啊 那么我一会会讲啊 呃 你比如说这个大盘啊 比如大盘啊 我们看到的这些地方 你包括今天的这个大盘图的这个这个高位的回落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走势的啊 呃 比如这个地方是形成过一个小中枢 而后这又形成个小中枢啊 那么这呢产生过一个背驰啊 这产生过一个背驰 很清楚的背驰啊 很清楚的背驰 所以这个高点是可以没创新高啊 是可以被完全把握的啊 你用一分钟图 非常非常清晰啊 非常非常清晰 背驰啊 非常清晰啊 所以说这是可以被完全把握的啊 这就是 那么呃 你比如说随便随便我们找一个找一个股票啊 那么这个还是一个连续的 我们找这个呃 今天谁找的比较凶一点 这个中国人寿是吧 中国人寿当时的 呃 那这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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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折啊 这些拐折我们都可以看成是结构啊 这些拐折都可以看成结构 我们从最低开始 从这开始画起一个小中枢 两个啊 这个级别比较低啊 上来啊 其实这都是可以画的都可以按级别去去拆分的啊 呃 你比如说有些可能连那个连这样的曲折线都没有的时候 我想给你找到这个 我看有没有啊 嗯 我们找一下今天涨停的吧 看有没有快速涨停那种 啊 这个就没有了啊 找一个快速涨停的 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啊 其实这里面都有啊 这里面都有 你看我们用那个F8看一下啊 你看 就这个这样的地方都可以当成中枢看的啊 都当成中枢看 呃 只是因为它级别太低不够操作而已 但它它的结构啊 你去放大了啊 依然这个地方仍然是走势类型啊 仍然是走势类型啊 其实说它是一目了然的啊 就是说嗯 这个你看在在这个这个图上可能就是一笔啊 就是一个一笔就上去了啊 一笔打一个涨停啊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过一个 呃一个呃 这只是个线段吧 因为这儿是一个一分钟的一个一个一个笔吧 就是形成线 这里面连个笔都没有啊 连都包含的 但是呢 你要用这个结构的角度来看啊 走到这儿我敢不敢追啊 或者走到这儿我敢不敢追啊 你看这一段比这儿强 那这个回落不进入 下降下午从这儿就赶进去 为什么 它保证了一定有新高啊 保证一定有新高 那其实是一个一模一样的道理啊 一模一样的道理啊 你比如说像大盘的划分啊 大盘这个呃 用五分钟吧 我们来划分一下这这段的一个走势啊 你像这个走势啊 下降下降下走到这儿 对吗 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走势类型 所以我可以来这儿划啊 用一分钟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我们来划啊 有些递规它就不递规到这儿了 但是你按走势类型去划分啊 你的笔的划分就会比较清楚了啊 你可能就是这样划了啊 你可能就这样划了啊 那这这都是啊 这都是啊 这儿这儿没有出现过 对吧 这儿没有 这儿是一个小中枢 这儿有一个扩张啊 复制 那到这儿你可以划到这儿了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那你这个划分的中枢就准确度就很高了啊 非常高 那么这儿呢 到这儿啊 这里面都有啊 都有结构的啊 这边有结构啊 那么这还是一个未完成结构啊 未完成结构 这就是这样画 那你就会把这个结构就会拆分的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 而且是一目了然的啊 而不是简单的三比合一个呀 或者说再去判断了 就没没必要了 你只要对走势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你就从这儿啊 画画画两个啊 这这这很清楚吗 所以这这就是一个 那么他跟他的级别就是一致的啊 就就这样画 非常清楚啊 就是就是这意思啊 那么就是说呃 即便是一个比我刚才说了 他可能就是很很简单的一笔上去 他可他因为他的存别价位 三个存别价位 依然是可以这样画的啊 你包括包括这个你像 中中心中心证券啊 这样的中心啊 像这种连续上涨的啊 国信啊 国信证券 国信证券啊 你像他这个连续上涨的啊 那他是什么呢 他都是点儿对吧 但是这地方肯定有价位重合 我都可以把它当成中书 那这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 七个 现在是七个中书了啊 其实就这意思啊 连连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啊 它依然是一个走势啊 依然是个走势啊 蓝色重装一样啊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你就在你眼里就是全部都是走势类型了啊 全部都走势类型了啊 如果你对走势类型还不清楚呢 那就只好翻过头来再去看啊 走势类型看清了 只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思维角度啊 你去思维 那么你的划分就非常的 就准确度就会极大提高 而他所有的一些难点啊 可能就一目了然了 就在你眼里就不是难点了啊 你可能就跨过去了 你可能就跨过去了 比如说线段的难点啊 线段划分的难点 什么地规的难点啊 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它又倒回来了 对吧 我们是有笔构成线段 线段构成中枢 中枢 这些中枢和线段又配合构成 构成走势类型 其实只是为了大家建立这个概念 建立概念 那么比较之类的东西啊 最终我们还是在用的原来这个体系 但是呢 你可以把这个思路扩张一下啊 其实走势类型在笔上 每一笔上可能也是一个小走势类型 只不过级别更低 更低的走势类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构筑这个世界的时候 笔可能是原子啊 就是说我们最低的分析单位是原子 但是原子内部依然有夸克 对吧 它里面依然有中子 有电子的组成 那么它的组成结构依然是跟 就是说呃 组成物质的结构 依然是一致的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这意思没有 就是说我只是说到了笔之后 不再往下猜了 因为猜来猜去 它是一个东西来回套的东西啊 怕给大家套懵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规定笔啊 先规定笔 规定线段 规定中枢啊 规定走势类型 都规定完了 你对它很熟悉了啊 对它背驰啊 什么都很熟悉了 在你眼里能看到一个走势类型之后 那你在笔上 你的划分上 我们是利用这种划分的意思 我不是说笔是走势类型 而是说它是最小级别的走势类型 但它依然是原子 明白吗 它依然是原子 而不要因为我说了这个笔是最小级别的走势类型 你就认为笔也是走势类型 那又错了 那又错了 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清楚没有 就是我们的最小分析单位依然是笔 但笔的划分上 你可以套用走势类型的这个概念 而后可以清楚的画出来 就是说你看里面的那些重合部分 甚至你都不需要去合并 我就知道哪个地方 它三个K线合并 比如笔上的三个K线合并 这就是一个小中枢嘛 它前面是两根K线 这个是五根K线合并 那就这个中枢比较大 我就知道这笔是以一个类线段的形式 或者说类类盘整的形式去完成的 我就知道画到哪 我就知道画到哪 这笔在哪会结束 我是给大家传达这个意思 我是在传达这个意思 就像领悟吧 我也不好再去比喻了 再说可能就不是了 再说就可能会领得大家 就是跑太远了啊 越解释越乱啊 就像佛教的东西 你你讲讲出来就不是他了 就就跟这种感觉一样了 我就没法用更好的表达了啊 我只能告诉你 笔依然是最小单位 我们所描述的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这是一个五分钟走势类型 那他反应的跟你反应是一致的啊 反应是一致的 但你的划分的时候 你说划分这是笔 这是线段 我对这个线段和笔的划分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走势类型的这个背驰啊 这样的一种力量对比 而后你把它画得很准确 只起到画得很准确的意思 清楚了吗 那么笔 那么在我的眼里啊 因为你通达了之后就没有这些绕的东西了 通达了之后呢 在我眼里 笔就是最小级别的一个走势类型 当然我跟别人讲 我说这是一笔 那他就清楚了 我说这是个线段 这是个一分钟的一笔 这是个五分钟线段 这是个三四月线的一个笔 大家很清楚是什么东西 这只是为了方便交流 方便交流 那么这个笔为什么就从这到这 为什么到这就结束 其实利用的仍然是走势类型完美这个概念 因为他结束 结束就是结束 他里面有结构 里面有结构 就是他通过这种结构 通过AB段或者BC段的这种力量对比 我来完成 这就是结束的 就是这就是方便你们去分析 比如说打开一张 这个月线图 月线图 你比如说 我当时无所谓了 其实哪个都可以 中国化学吧 这是当时直接在月线上看到的 直接在月线上看到 当时看到是来这 我说他结束 就这个月线一出来 我就说结束了 为什么 在我眼里 这一个中枢 这一个中枢 这就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下跌 完成 因为这标准的一个结束位 这段下比这要弱 而且两个中枢下来了 虽然是我看到的 你可能看到的是笔 严格定义 它就是一笔 对吧 但这里是有结构的 那么这个结构 我都不用到三十分钟上去看 我就知道 这是个结束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的概念里 全是走势类型 我是用走势类型的这种思想 在观察每一笔 这就做到了方便 我是给大家开方便之门 那么它不是走势 它不是月线上的一个走势 你说这是月线上的一个走势类型 不对 它是月线上的一笔 这叫表达 那么笔线段 或者说这个月线日线 只是跟我们 计数时候的 这是 这个是分 这是角 这是圆 这是十万块钱 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这样如此 这是克 这是千克 这是公斤 这是克 这是公斤 这是墩 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 它就是级别的问题 那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统一交流 而核心内置 走势类型 走势的完美 走势的完美 力量的衰竭 这才是禅论研究的核心 就你看任何一个 笔也好 线段也好 它内部的结构 就是这么简单 它一定要看到内部结构 看不到内部结构 你不能说它结束 你是不能看它 你是不能认定它结束的 那么你要看得细一点 你可以再看它更大的 更小的图 你去观察 是不是这样 有区间套啊 什么的 都可以用上了 那是为了精细 那是为了精细 那么最终的定义 一定是最小级别的 那个终数是什么 就是自己走势 是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苦口喝心的 说了半天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白啊 不明白就只能悟了 就我只能是送到这了啊 我觉得也 再说一件事就无意义了啊 就是凡夫就这么假事啊 那么它在 这个 走势的生长中啊 这就涉及 未来的如何生长 做到如何不测而测 就是推演 那么这个呢 我完全 利用的 依然是走势必完美 它既然左侧走得完美 右侧的走势 它要必完美 它也一定要完成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一个 最基本 基本的依据 这是我们操作的基本依据 你说残论没预测 是没预测 但是走势必完美 就变成了一种可测 可控的东西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这个意思啊 你比如说这个 呃 其实我在上堂课讲过这个事啊 那么我们继续再再说一遍吧 因为它走势必完美啊 呃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我们前面不说了 肯定是结束了 一买出来了 而这个币可能第一子段就走得很远啊 第一子段就走得很远 而这个回落啊 这个回落 那么它从这看 从哪看都是一个未完成结构 那就保证它一定有高点 那一定有高点 这就是走势一定要完成的意思啊 走势一定要完成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就敢来这买啊 来这买的原因是 它走势一定完成 这个这个上一定给你 否则它走势是不完成的 是没有完成的啊 你要找到这样的 呃 就是说那么这个呃 要点在哪 就是它的 B段的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足够快 是否足够快 就是说是不是级别足够低啊 级别足够低 那么对应前面这个走势类型来说 它就不够充分 就是它这个力量没有爆发完 或者说走势没完成 走势没完成的下降下的过程中啊 来这个B大B的构筑中 或者是呃B中的一个B的构筑中啊 B中A的构筑中 你就可以去参与了啊 你就可以去参与了 也就是说从这到这可能都是一个B啊 那么它只是一个B中的一个小A段啊 这是一个B中A B中的啊 B段中的小B啊 小小B中的一个A段啊 小B中的一个A段啊 你就可以参与了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就你就知道 你比如说呃 你比如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都不算零力啊 这个都不算零力 你像这个呃 程飞机程这样的品种啊 这这也是我参与的 那么你看它这么大级别的下降下结束之后啊 这往处打都是用一分钟打出去的 对吧 这毫无疑问一分钟 对吧 这连续的板嘛 一定是一分钟 所以当打开板以及这个下降下完成的时候啊 我这就赶进 啊 为什么走势未完成一定有新高 就这么简单啊 走势未完成啊 就是你对 什么样的结构在什么样情况下是完成的 什么样的结构是未完成结构 以后有了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啊 有了很清晰的认识之后 你就可以做到不测而测 你比如说他这段下 这段下 这个往下走的时候 这连个中枢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下 它是个没有下是没有完成的结构啊 那他一定还有低点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就这样啊 你看他这个五分钟 五分钟的前一段 对吧 这段下很凶 这连中枢都不够住啊 起码来这儿往上走的时候 连中枢都没有 你会 你说我会做他吗 不会的 因为他一定有心底去打出去 他要完成这个走势啊 所以说这种地方 你去能能能去抄底去吗 不能的 不能的 啊 那么这儿形成个走势 这儿这儿插上个盘背啊 这才叫走势完成了 那他可能会对应一个向上走势 哎 他是对应的向上走势 只说我参与不参与的事啊 我参与不参与这个上涨 我而已 那因为他要回到的是前一个 这个小中枢内 他也就回到这儿就完事了啊 就从这儿走的时候 我知道他要回到33的 33块8的上方啊 你看他就回到这儿 就回了一点 就完事了 那就是你做不做的事啊 啊 是这个意思 这叫走势 当他一个向向上的走势 没完成的时候啊 你能准确判断 他是个未完成结构的话 你就可以参与他的向上段的生长 啊 这就是走势必完美 在后期的在交易中啊 所产生的 为什么会产生三买啊 为什么会有一买二买 一买是前一个走势完成啊 前一个走势完成 他必然接一个新的走势 所以有一买 那为什么有二买 因为二买是在一个大A的构图中 因为他一定有个B段 那一定有个小B段的出现 所以我二买也可以成立 啊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有三买 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三买是确认了第一个中枢 啊 确认第一个中枢 那他后面一定还会生长出新的中枢来 起码他有生长段 所以有三买就成立 那我三买就成立 那么后面就有新 那就有高度啊 那就有高度 所以说这是理论体系所保证的 那么这个理论体系保证了什么 用什么来保证 是哪一点保证 走势必完美 他一定要生长完 一个走势类型 所以说我们这样 你再回顾去看我的上一堂课买卖点 你就知道轻生出入就知道 我为什么需要前面的一笔下的走势是完成的 我才能对应走 我才能对应做这面 啊 才能对应做这面 这才有核心 啊 一个下走势完成 他必然对应一个向上的走势 在这个向上的走势中 你才能按照一买 二买 三买去交易 啊 他就能给你利润保证 啊 就是这样 啊 那至于这个不测而测 这个后期我们会讲到啊 不测而测呢 其实他说什么呢 就是他有几种变化啊 就是他这个运行到一定部位的时候 他会生长出好多来 就是他可以横着走 可以立着走 也可以跌 那么他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生长 啊 他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走势完成 能理解吗 是永远按照走势如何完成去思想问题 那么他走出了第一小段 我就知道他要生长成什么样 这就可以做到不测而测 而且一冒头 我就知道我该不该处理你 我该不该做这个动作 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呃 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盘面啊 今天的盘面 呃 当时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赵老师啊 呃 曾经问过我 哎 你这你说过呀 这个地方打掉了 是不是就成为三脉了 我是三脉 但是我不交易啊 我不做这个脉出动作 为什么 因为从这儿以来的这个下是进入了第二段啊 而且这个力量是不不足的啊 不足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随时终结了啊 就再往下 行程歌中书再再跌一跌 他从这儿到这儿结束 他会对应一笔上 那么这个空间不够我操作啊 不够我操作 所以说就不做了啊 这虽然是三脉 我不做了啊 这就是 你就可以知道 哎 从哪儿一出来 我就知道啊 这一勾头我就知道啊 这是三脉 没问题 但是我不做 为什么 这个走是快完成了啊 这个走是快完成了啊 这就是做到不测而测 不测而测的一个 你就知道哪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走 哪个地方我可以没关系啊 他就是 他是一个转化过程 你这都可以做到 这个 没障碍的通达啊 你说这是预测吗 对吧 你说我 走到这儿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走不远 他就会 往上走 这是预测吧 啊 其实不是预测 是走势必完美 完美一个下 就会走一个完美的上 是这个 就是 核心是这个在起作为 啊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啊 呃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多讲啊 我不多讲了 那个 反反复复的在强调 是希望大家领会核心的内容 啊 因为我不知道哪句话会触动 会让你顿目啊 当然这个顿目需要你前面的积累 如果你对前面的走势 没有建立起来 我现在今天说的都白说啊 都是白说 所以需要大家大量的去练啊 大量去练 能够做到小学毕业 你就是说 对原走势 能做到走势完美的判断啊 对走势完美 有一个深刻的判断和领悟 你就可以小学毕业了 就可以小学毕业了 呃 那么接下来 呃 我想停两周啊 停上那么一周的时间吧 让大家消化一下 练习一下 呃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提出一下啊 我们 我们会 抽一个时间整理一下啊 给大家做一个集中回答啊 集中解答 呃 当然我们在课上也会有交流嘛 啊 也会有交流 呃 希望能让大家尽快的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型啊 你就不会困惑市场啊 那么下面说一下这个关于地规的问题啊 关于地规的问题 这个是在后段的时候很多人会炫于地规中出不来啊 嗯 我并不是说地规无用啊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地规的无效性啊 它是有用的 呃 但是呢 它过于繁琐啊 过于繁琐 或者说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地规的核心含义啊 就是你用偏了啊 很多人用偏了 那用偏了 呃 我理解地规是什么呢 它是级别 那它是级别的地规 啊 其实它是级别的地规 而走势的这个地规是靠走势完美来保证的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我的话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所说的地规 比如说一分钟的一个呃 它的地规是这样子的啊 我的鼠标怎么回事 这没法画图了啊 我就嗯 这这个 这没法画图了 鼠标出问题了啊 呃 就是说一个一个比上啊 一比上一比下一比上啊 它可以合并成一个比如说一分钟级别的一分钟的比 而后一比下再一比上一分钟级别啊 它就可以合成一个一分钟的线段 而一分钟的线段可能在就可以地规成一个五分钟的比 是可能的 而我只说可能性啊 因为你具体还要看 但是一分钟的一个标准线段 就是它只有走走个五段 六段 这可能还真就成了五分钟的一个比了 但是如果是时间 它这个延续的比较长啊 这个可能在五分钟上你看到也是线段 也是可能的啊 就这个这个没关系 关键是说地规 地规呢 它不需要特别的严格 只是要对你有利就行了 以后你知道这个 嗯 我们在中心运用上会讲结合率 你就会发现不需要特别的准确 但是你的划分 就是你的这个比和线段的划分 还是需要准确的 那么它是用走势比完美来保证 你用走势的思路去把它画出来 哎 你那个中枢的位置就基本上大 八九不离十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偏差 啊 没有太大偏差 那么它的所谓的回落点 它得走势 你也知道它是什么级别了啊 多练就知道啊 多练就知道 不要不要揪啊 不要揪这个 我们其实学这个是为了用 啊 是为了用 那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我说大致差不多 不是说你 我是说你的这个地规 大致差不多 就可以了 但是对中枢 对中枢的划分 能能准确 尽量准确 不能准确 也以不影响操作 啊 真的不影响操作 啊 这是实话 那因为有结合率在保证 啊 那么这些呢 就留待我们以后 啊 留待以后 我们去逐步深入吧 啊 那么小学的课程呢 我觉得可以算高于段落啊 那么给大家一个标准吧 什么叫小学毕业啊 小学毕业就是你对原有的 你先别做预测啊 不测而测的这个预测 你先不要做 你先对原有走势啊 标准的原有走势 我说的标准是指 有明显的高低点的这一段 你能否准确划分出 它的走势类型 以及走势级别 就是它是一个盘整 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盘整 你把这事儿能搞清 你就小学毕业了 啊 你就能做到小学毕业了 啊 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而后 它以后的如何生长的问题 我们留到 下个 下一个阶段 我们再去解决 好吧 我们先打捞基础 啊 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的论坛上 和这个 你看这个地规就是在论坛上的人 啊 一个朋友留的言 啊 我给他一个小解释吧 呃 那么 以后大家有问题呢 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留言啊 因为我们天天在更新啊 我们也会天天在关注大家啊 呃 你关注我 我也会关注你啊 就是说我们要形成互动嘛 呃 也希望你都给我们提问题 你提的问题有可能就在我们下一期节目中 我在帮你解决啊 呃 那么也希望喜欢我们的朋友 能介绍更多的朋友到我们这里面 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啊 好吧 那今天的这这一阶段的课啊 就到这儿 结束啊 那么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呃 我们过一段时间继续分享 后面更精彩的内容 好 再见